作為中國重點打造的 超級城市群之一的珠三角 是擁有深港 以及是廣州三大經濟引擎 在中國經濟版圖 也是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目前珠三角地區 正在加快基礎建設的步伐 而這些基建項目 將會對兩地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商業性地產服務公司 世邦魏理氏 今天對未來珠三角地區的 基礎建設影響進行評測及展望 香港、華南及台灣研究部主管陳景平 特別針對兩地的寫字樓市場 旅遊及物流等方面進行預測 特別在寫字樓方面 他預計未來五年 廣深兩地的寫字樓供應量 將增長最快 其次則是上海 而香港由於土地供應有限 未來也不會出現大幅度的增長 在香港的內容 我們將會看到八萬多米的新的 新的大幅度 在 Guangzhou和深圳 而在湘南 上海的高度比 因為地產生問題 他們只會增加 4.6萬多米的新的大幅度 同時陳景平也提到 隨著珠三角地區基礎建設的完善 城市之間的交通時間 也將被大量的縮短 這樣不僅有利於吸引更多的過夜遊客 同時也助於打造 珠三角一周型的旅遊計劃 來臺第一位是孫雪奇 呂仁清 香港報導 好 第幾位是 現在這個大珠三角地區 好像已經開始把自己的這種 運輸的優勢還有它的政策 還有它的經濟全部都捆綁在一起了 那麼其實現在的國家也是非常 提倡這種捆綁型的區域型經濟 因為這樣可以把各個地區的優勢 全部給凸顯出來 不過如果說是要繼續這樣捆綁的話 這種模式其實最後能不能夠 讓這個產業來升級 而且會不會造成最後全國當中 各個區域的一個發展不平衡呢 還是有這個可能 不過還是從戰略上的角度 我還是認為很正常的 不論是這個長三角跟珠三角 還是它們的這個特特的 就是地理的這個位置跟這個優勢 從未來一段時間可以理解 就是當高鐵從香港一直往內地去的時候 這個珠三角的這個形態 不論是從金融的角度前海方面 或者是從這個新經濟的發展 一些的高新企業 未來一段時間還是從這個區域 應該就是有一個比較好的發展空間 因為在過去企業就是 新極轉型的這個過程當中 部分從珠三角的地區呢 比方說東莞 還是面對一個非常大的這個困難 從這個比較低端的一些的工業 跟這個服務業慢慢要轉型的時候 還是需要一些的時間 因此呢從這個地理上 有一個比較就是打包成幾個城市去發展 我認為應該是比較可行的這個辦法 其實現在這個區域型經濟的發展 也是推動這個寫字樓的價格 那我們看到現在香港的樓價呢 其實是成一個比較疲態的弱勢的 這樣來發展下去 但是香港的寫字樓的這個價格 一直是在水漲船高的 對的 包括在這個第一季度的時候 中華的寫字樓價格 甚至是超過了倫敦西區的價格 現在成為了全球第一的寫字樓市場 所以因此我們來看 接下來像這種香港方面的寫字樓 它還會有一個上漲的空間嗎 真的香港的這個商業的這個地產的價格 比這個倫敦跟這個紐約還要高 這個是很可以說是合理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這個金融中心 他們的大城市地還是比較多 這是核心的地段 還是比香港的要面積大得多 這個也是合理的 你看這個Malitator是很大的 香港的中華市很小小的這個地方 當然從一個實質的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來看 很多內地的企業 特別是一些央企背景的金融公司 他們也很喜歡就是在香港 就是做一個總部 往往他們還需要移動 就是一整個就是大家買下來 這個對於這個香港特別是中華一些的 商業的這個房地產的價格 肯定有一個拉動的作用 跟這個其他就是國際的城市一樣 就是因為這個需求大動 當然我們看到還是有一個趨勢 就是當經濟相對不是太好 可能有一些的企業就是要面對現實 因為這個租金太高了 就要從這個中華地段 就是慢慢從中華去這個金鐘 金鐘去灣仔灣仔去銅鑼灣 最終可能去就是東九龍那邊 東九龍的這個租金也已經越來越高了 就是反映了基本上這個商業的需求 還是有一個繼續增長的這個空間 另外您剛才有說到 為什麼這個香港的這個寫色樓的價格那麼高 就是因為有一個它的需求叫 就是香港的地方太小了 但是我們來看到這個 在深圳前海的它的規劃 它的規劃裡面其實這個 前海的寫色樓的總面積 是這個香港的兩倍 對 這個儲存量非常的大 所以您覺得在那一塊地方 究竟有沒有一個投資的價值呢 不過還是從長遠的角度來分析吧 就是因為這個前海就是中央政府 還是要就是大力發展的這個金融中心 當然在未來一段時間 我還是認為這個前海對於這個 香港的就是影響來說呢 還是存在有一個競爭的這個影響 不過呢因為我們說的金融中心 香港有一個交易所 當然深圳也有 除非就是這個深圳的交易所 就是移到了這個前海 所有的金融企業是移到了這個前海 我現在的這個判斷呢 就是他們還是把一些 比如說後勤的一些的 就是網點等等 就是分到了這個前海 所以香港還是有自己獨特的一個 金融優勢的 還是有這個 好的謝謝DK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